美国有关议员不顾中方强烈反对 执意窜访台湾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也违背了美国政府做出的 仅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 反对武装台湾 敦促美国有关议员停止打台湾牌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 停止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非常关注巴布亚新几内亚恩加省 发生山体滑坡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我们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的家属和受灾人员 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主席已经向达达埃总督 发去了慰问店 中方将根据巴新方的需要 为巴新救灾和灾后重建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相信巴新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早日重建家园 中方不接受七国集团单方面认定 所谓非市场政策和措施的标准 事实上少数西方国家针对特定国家 特定企业采取的歧视性做法 才是真正的非市场行为 构成了对市场的扭曲 七国集团炒作所谓中国的产能过剩 企图对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设限 这事实上完全背离了事实和经济规律 本质上是保护主义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